第十八輪比賽 2019年華拉拉道列第一場主場 對著華麗賈奴 升班馬大戰 近方兩場比賽 近方兩場比賽 兩隊都一般 近八場和七場只得到一場和兩場的勝仗 深色衫的華麗賈奴 開球已經製造到機會 看見摩蘭奴把球按到中間 接著打了1-2之後 美德蘭31秒鐘 就已經幫球隊入到第一球球 這球也是他們第十八場比賽中的 第十八個入球 完全沒有越位 三位進攻球員 簡單的三腳 結果也造就了 美蘭特在今屆賽事第一個入球 助攻的就是安帕巴 然後 轉色衫的華拉道列 也是班主維朗拿道的華拉道列 製造了不少機會 例如這一腳 按到中間 機高在42分鐘的時候 射中籠 不過也過不了表現相當好的迪米達利 伊富士忌 同樣 雷近的攻勢 都是三腳 不過去到最後角度太窄 結果在這場比賽 憑著上半場31秒的入球 這場比賽 是作客的華力賢奴 在半場的時候領先1比0 到下半場的賽事 華拉道列也馬上按 按 安東烈進來 換走了摩恩奴 但是拿著一球在手 今天已經擺出一個防守陣勢 5-4-1的華力賢奴 繼續是嚴密的防守 令到華拉道列基本上 在今場的比賽中 要憑一些open play 陣地戰去入球 或者製造機會 是比較難的 但也有的 例如好像是維迪這一腳 然後送過來 都是誰 都是機高 武龍那麼好 來到這一邊 走到水尾的時候都沒有力 你看到他射回反方向 射中籠 機高都已經算是這樣的 射完這一腳球之後 機高也都交了時間被調離場 兩個最後威脅的盲門 都是來自機高 但是力水不大 所以迪米達利 伊夫斯基可以很輕鬆地拖出去 也繼續有一些華力賢奴的冷戰 來自後面進來的比比 推過之後 然後寫了一個高飛曲聚彈地球 馬斯比也不敢亂來 接著搏到十二馬的 就是華拉道列 引到巴牙出來 而此踢低了確譜 後面進來的風扇殺手確譜 就搏到十二馬 我就算碰到 我相信只有一個比較輕微碰到 想著迷切搞定 誰知道就迷切變迷入 進不了這個球 當然是非常可惜 角度和力度都一般 再加上他的眼神 原來交代了真是踢到那邊 讓迪米達利伊夫斯基救到這個球 最終這場比賽來到尾 差點進多球 就是比比爆 交回來給中間 已經進入了一球的 美德蘭 誰知道射得差 結果也被馬斯比回頭 最終這場比賽 作客的華力賢奴 贏到球 1比0 贏球 近五場贏三場 拿到今屆第四場勝獎 而華拉道列 第八場比賽沒有進球 全失三分 雅拉維斯主場對著華倫西亞的賽事 是一場相當精彩的比賽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雙方各有攻勢 得意在這場球 第一個入球 其實有點爭議性 當時 智利舒夫在中間有個犯規 撞開對手 跟著才帶進去 但球戰沒有出第一下 反而是出第二下 最犯了就是 雅拉維斯的中堅球員 拿卡迪亞 但明顯看到智利舒夫 第一下挖人在線 球正沒有吹 相反 這個罰球有吹到 馬利組 就憑著這個球 幫客隊的華倫西亞先開紀錄 射得相當之夠厲害 角角尾沒有很刁鑽 不過門長可能視線有點受阻 看到他沒有什麼動作 最終就是 這個球直接擺進龍門 今屆 雅拉維斯有型的厲害 就是他們的攻凶攻勢 結果他們真的憑著一次角球 能夠追成平手 入球時間相當早 二十分鐘之間 落後不是太久 已經可以追成平手 對方的中堅 定下卡迪的球 擋不住對方球員 給對方的中堅 馬利班 一納納納到球 然後立刻轉身 鬆過來門口 第一下射球 其實都已經打擊了 但就省了自己隊友 省了中風的寶茶 江沙利斯近門把那球撞入 1比1追成平手 接著其實華林西亞方面 自己都有機會 一次很簡單 很清脆的快攻 給了他們的前方球員 諾迪高 但這個窄外的臭斜 偏偏僅僅出界 這球近一出界 也可以說 留下了一點的伏線 很漂亮的組織 帕利祖 前方的比拿 也過了關 跟著一方斜先過來 諾迪高 這球中的話 可能有機會在網仔裡進去 但一邊不進去 另一邊角球攻勢 馬上有機會 門掌已經足夠一次 雖然尼和這個球撲出 但撲出 球仍未解釋 最終莊尼 再來一次傳中球 去到遠處位置 再送中間的時間 近門還有一個Bunner 這位中場球員 相當冷靜 快一抽 就在上場的保時階段 替亞達維斯反超前 兩次角球機會 令華倫西亞又贏 變到落後 值得留意 上半場三個入球 都是來自死球 他們下半場 其實開球總短 都是亞達維斯 看得好些 當中也有一些腳的遠射 來自他們中場球 伊巴爾高美斯 華倫西亞今屆 他們入球 真是很大的問題 踢泥州之前 他們是整個亂出 一球最少的球隊 最終他們攻勢無靈 最後一比二輸給艾拉維斯